但是這段時間真的很感謝大家對我媽的關心 對著鏡頭向大家道謝 中國網紅Jack日前帶罹患血癌的母親來台就醫 一個多月期間每天記錄台灣生活 還上傳影片 博得兩岸網友大量關注 甚至有不少台灣人慷慨捐錢和物資力挺 不過現在卻引發炸氣爭議 帶著父親到日本看煙火 還拍成影片分享 但他就被網友質疑 是不是拿著善款遊山玩水 還有人發現他不僅換手機 還搭商務艙 18號他也拍影片回應指控 喊話這名莉莉姐 YouTuber上傳將近25分鐘的影片 解釋來龍去脈 他提到一開始是一名叫做莉莉姐的網友 主動幫忙 還提供可以治療的醫院訊息 或者是幫忙申請伊甸基金會的愛心站 讓他在台灣有住所 甚至還想提供帳戶募捐 陳青沒有透過莉莉姐和別人拿錢 但影片一出網友反批 還是沒有針對善款來源以及餘額進行解釋 母親過世之後還是繼續開放斗內 如果這個網紅是以籌措醫療費為理由來募集款項 如果之後他把這個捐款拿來自己亂花 就有可能會構成刑法上的詐欺罪 實際詢問伊甸基金會回應還在了解狀況 網友則是留言西班要中國網紅 不要把台灣人當傻子 呼籲要公開金流才能平息 大家怒火 金星人特段會郭文廷長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